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昨天发生在伊朗首都德亨来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暗杀 这是对和平努力的公然破坏 也是对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肆意践踏 中方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第七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时至今日 袈裟冲突爆发持续已近300天 造成了近4万人死亡和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 安理会第2735号决议通过已经两个多月 停火协议谈判却迟迟未能取得进展 中方重申 军事手段和滥用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的直接原因 在于加沙停火指战一直无法得到落实 我们敦促所有各方顺应国际社会压倒性共识 共同推动立即停火 拯救生命 缓解灾难 遏制冲突外溢 中方敦促以色列 全面落实安理会有关决议 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 立即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应加大对当事方的施压劝说力度 切实为平息加沙战火 做出真诚努力